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1月份的时候拿到我9月和10月份的因为工作 他有一个结束后拿到了薪水 那我真的很感恩就是可以供应到我之前需要的包括还债和儿子的费用 一些欠款的问题都处理了 所以在12月份的时候我又很努力 我希望有一个突破 就发现我的生命中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会导致流产的 会导致没有按照努力得到的回报达成的 那我在反省我自己的生命跟父母的关系上 也有一些态度上需要调整 就是尊容父母是得医治的关键 这个医治包括我的身体也包括我的经济上的漏洞 所以感谢神我的身体上气色上也比以前好一些 非常感谢神 感谢宝林牧师教我们的课 备证法和玛利亚祷告法 真的在好多次的时候开始转向神 真的感受到这个神话的能力 尊主为大 世代有福 海陆空的击打 我其实没有感受见证的原因是 觉得自己在表达和整理 见证上面不能够很正确 非常好的来表述 所以就一直没有敢做 但是很感恩 也相信在2024年展望未来 每一次的失败之后 我就感受到神带我扩张 虽然心情也有低落 也有情绪 但是这是我这么多年来 有一份工作 有一份自由的工作 在工作中就可以去传福音 而做工了以后 也有丰厚的回报给我 这是我很多年来 真的是想不到的 真的是神给我的礼物 也是借着披马蒙徽 我看到神给我的 感谢神 祝福到大家 求主帮助我在语言整合 还有在这个市序上 越来越好 祝福大家 感恩